艾成 放休息夜要到了 你快去接些孩子 诶 行 我儿子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你让他去接孩子 这大冬天的外面多冷啊 你自己去接 妈 我这正洗着衣服呢 你怎么上午不去洗衣服啊 你全职在家 这些都是你的工作 行 来 孩子 吃 哎呀 吃啊 回来了 艾成回来了 正好家里没酱油了 你去楼下买瓶吧 哎 行 哎 我儿子上一天搬都累死了 你不心疼他 还想让他伺候你啊 你自己不会去买吗 妈 我这正炒着菜呢 而且超市不就在楼下吗 妈 没事 我去吧 去什么去 不去去 那小学老师都没教过你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别老想着别人来帮你 行 累坏了吧 儿子 快 进屋休息 快 儿子 精英 哎 怎么没盲呢 喂 伯伯 你快去帮我看看 这怎么没盲了 这怎么没盲了 我还得哄孩子呢 哎 真 哎 这 哎 伯伯 你怎么还没做饭呢 我已经吃过了 对了 家里什么菜都没有了 想吃什么自己买的 家里没菜你不能去买吗 一会儿我儿子下班连口肉饭都吃不了 你个天天在家吃闲饭的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 那我们娶你回来是干嘛的 妈 有些事我忍了很久了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今天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 您儿子娶不上媳妇前 您想尽办法把儿媳妇娶进家 等儿媳妇进了门 您有想尽办法为难儿媳妇 我不生二胎 您催我生孩子 生了孩子 您又不帮我们带孩子 我在家看孩子 您嫌我不赚钱 出去工作 您又嫌我不顾家 这天底下的好事 怎么能让您全占了呢 你怎么说话呢 合着我们把你娶进门 还都供着你不成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 是 每个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多数女人都会在最好的时光 最好的年纪 选择陪伴孩子 做一名全职妈妈 我们本来也可以出去赚钱 却心甘情愿把自由卖了 换成了柴米油盐 做成了酸甜苦辣汤 陪伴着孩子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们把青春当了 换来了孩子的茁壮成长 最后却被您说得一文不值 您也是女人 这些道理还用我教给您吗 你 还有 婆婆您记住了 人心换人心 现在您怎么对我 将来我就怎么对您 以后该怎么做 您自己想想吧 毕竟 您先老 的 以后 我 叫 我 抓